你的说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从今年开始两年内 这一次涨完之后 两年内绝对不会再涨保费 但是两年内如果推出二代健保 正式实施那就是二代健保 那两年内如果没有推出二代健保 可能两年后可能还会再涨一次 所以我们署长有很强的意志 希望能够在一个会期 两个会期就能够过 因为每次去调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引起社会高度 关注也变成说是政治上一个 很大的一个有争议的甚至风暴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会付出很多 我们前几天在谈二代健保 我看那个阻力会更大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那个保费是要涨得更多更多 然后当然这个二代健保 如果过的话 这个就不会再调涨 可是如果没过的话 恐怕还在涨 可是我们在谈说浪费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是个人浪费 也有很多是一届浪费 也有很多是健保局自己的政策 导致于大家可以去专漏洞 我们来看看 国人平均一年看十五次医生 用健保的费用 一年看超过一百次 有三万五千个人 等于平均下来三天看一次医生 三天去看一次医生 还有更陷入 三百八十二个人一年看超过两百次 甚至有人一年看超过四百三十八次 换句话说 礼拜一到礼拜天 一天大概看一点多次 所以这个其实是 民众当然很明显 太过度浪费医疗资源 如果跟欧美平均 大概人家一年只看四到七次 一年只看四到七次 可是我们平均看十五次 甚至有人看到四百三十多次 再来就是说国人医药的消耗 一年耗掉一千两百五十亿 但是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 但那本手堂 是丢掉的 就如果你要丢你就不要拿 如果没有用你就不要开 可是呢我们有四分之一的药 很贵的药 很多都是你自己付的呢 通通都丢掉 没有在吃 医师福报医疗的项目 开刀腐烂 明明就可以用开刀 你就说开刀比较快好 其实因为开刀可以多报一点 减保费用 影像资源这个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我在台大已经做了 所谓的那个电脑断层 我去专家农总 再做一次 这间抽费 后间又要抽费 每间一直抽费 其实做费检查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重复检查 再来就是说呢 侨明 这件事大家看不过 就是说你之前可以中断健保 你保费不用落 结果呢 你恢复健保之后回国呢 好 下四名看疑心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这个浪费是很多 花一点钱 你就想要说看水器要看 皮膚要看 大家都要看 再来健保 因为这个呢 支出了1.2亿 七成看完病 就马上又回到他住的地方 回美国加拿大去了 然后呢 病床数呢 没有总量管制 沉箱资源不均 刚刚我们谈到 中南部的人要住健保病房 没空 大家要住 北部的其实健保病房还有剩 中西医呢 你看中医 看西医 看西医再来看中医 没有好好的 有效区隔 病人多管齐下 治的是同一个病 香港讲你也去看中医 也去看西医 其实你好了 去看一个就可以了 用药过度浮浪 我们来看看 到底台湾在所谓的 因为有全民健保的制度下 我们到底多浪费 我们得来不易的健保制度 门诊灯号跳不停 医院里人满为患 不少慢性病患 每个月都得跑医院好几趟 现在听到健保局 要对一年看诊 超过一百次的民众索卡 还限制看病的医院 看病的民众觉得相当不合理 也有医生认为 不少中度慢性病患 有时病情不稳定 确实有没几天就回诊的必要 订出这样的规定有些严苛 但健保局拿出98年的数据 表示有三万五千人 看病超过一百次 超过两百次的有三百多人 还有人一年看病超过四五百次 其中更有不少人 是一有小毛病就跑医院 因此健保局才决定 对一年看诊 超过一百次的民众 寄出索卡措施 为了要节流 健保局也宣布 未来将有虚报 诈领健保费 具有重大违规的累犯医师 将永不特约 另外还要推动慢性病 门人整合照护 以及缩小药价差 民间团体虽然认同 但反对健保局索卡 认为这会担心 影响民众的就医权益 民间团体建议 健保局应该从医疗体系着手 由医生来教育病人 否则民众小病 就去医院的次数 也很难减少 最近有办法要看医生 如果真的有需要 锁卡 锁卡要怎么看医生 可是我请教王医师 到底在台湾 这种过度浪费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我是觉得说 这分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病人来 我不能拒绝病人 那另外就是 有些医生 他可能会开太多的药 那我觉得这两方面 都是要检讨 那就像主任讲的说 我们一年看了14次 15次 外国人只看4到7次 那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们这里看便很方便 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 可能有些病人 他就是想说我 我要跟病人卫教 有的病人会觉得啰嗦 你就开了给我就好了 所以有的是病人希望卫教 医生卫教不够 有的是医生想要卫教 病人他就感觉 快快快 大家都很担心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可能两方面都要检讨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现在是种额 把医生如果作弊几千钱 锁法的医生就减千钱了 所以锁法的医生都希望说 很矮 脑作弊的都把医生抓不紧 那要怎么抓 可能就是说老百姓要自绝 医生要自律 那我们希望卷保局 医改会 督保联盟 大家作为来 爱护这个卷 我请教你 我去看 医生人很奇怪 每次都开很多硝烟给我吃 我就不想吃那硝烟的 两个都要开硝烟的吗 你们是怎么 每次都要开硝烟的吗 硝烟的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抗生素 一种是肺类固存的抗发炎药 这两个都叫硝烟的 那抗生素 我们是希望开少一点 那这个卷保局也有在管制 那所以也有的医生 想说我也别人 我觉得你不需要吃硝烟 他说我一定要加硝烟 才会比较快 所以也是有两方面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个 比较不喜欢开抗生素的医生 那因为所谓的硝烟药 有很多意思 像说Blufem-Ponstant 那个也是一种硝烟药 但是不是抗生素 那个是可以开 但是就是说肾脏不好的人 要很小心 是是是 因为我有很多次都跟医生说 你不要开硝烟 他就跟我说 不然这吃下去对你有好 那就快点开 我看一看 我也是不敢吃 那我请教 有没有一个总量的 一个管制方式对于这种 有 这边事实上 我们对每个诊所 他100的病人里面 开多少抗生素 事实上我们是定期监测 而且定期公开 高的我们就马上去做审查 所以这个趋势是在下降 而且在改善中 那您刚刚提的 现在有几个问题 我有机会就说明一下 像那个侨明 我们现在修法就希望说 他回来至少等四个月 不要说回来马上就可以就医 那目前事实上 就医的人大概事实上 多数都看了两个病 一个是看牙齿的 牙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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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